跟你说三点啊 第一点 那些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 是要最好的学校买最好的东西的人 其实不是想给孩子最好的 只是让自己脸上有光而已 140的奶瓶和200的奶瓶有什么区别 那么小的孩子能够对于某种材料 会有所谓的执着 5000的幼儿园和2000的幼儿园到底好在哪儿 你告诉我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是知道5000的一定好 因为别人的都上5000 你以为这样就是对孩子好的 这样就是作为一个母亲问性无愧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第二 什么是最好的 如果为了给孩子物质上最好的 导致到你们夫妻之间根本就不合 那么你给了孩子最好的 给孩子最好的就是夫妻恩爱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孩子每天脸上带着微笑 知道这是个幸福的家庭 爸爸妈妈都爱我 爸爸妈妈很和睦 这是最好的 而你每一次在说到这些东西的同时 都是在羞辱他 在打他的耳光 说你不行 你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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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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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送给您 要保持一杯诗 不仅对老公要好 对孩子要好 对自己要好 好吗 好 谢谢 改变自己哦 谢谢你 谢谢秦辉 不仅